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professional photo journalist 这个阶段是学习的很快的这么一个时间 再之后就是08年加入AP以后 那个时候AP派了非常好的摄影师 来到北京参与奥运会 还有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报道 那么和这样一个比较 可能是同行业最高水平的团队 密切的工作 这个中间的学习成长是速度是非常快的 记忆中最有挑战性的是 玉树地震的采访 24小时之内我就从北京飞到那边 然后又坐车 七八个小时开到大概海拔 4000米那个高度的玉树 本身高海拔对人的那个身体是挺有挑战的 然后对于记者来说呢 你从零到4000还不算 你还要工作 因为作为国际的通讯社来说 就时效性是非常强的 就基本上当天你拍完以后 可能几小时内必须要想办法 把高线发出去 然后当地呢也有很多挑战 就是没有足够的饮用水 没有地方休息 基本上 然后也没有电 在那个拍摄中呢 我还被脏熬咬了 很多人会觉得作为摄影师 可能大部分时间在拍摄 其实如果你是作为一个 startup photo studio 或者是一个photo studio的owner 或者freelancing photographer 我最大的这个时间付出 并不是拍摄 更多的是就是去寻找客户 去做marketing 沟通联系 包括拍摄之后呢 客户还会有新的想法 新的需要 还要做service 其实这就是一个服务业 就是只不过我们提供服务 可能有artistic的成分 有creation的成分 但是最终还是服务与客户 总的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 可能是坚持 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在visual 在artistic 这个aesthetic taste上面 会有非常大的不同 但是不管你的起点在哪里 你总要走过一个阶段 才能达到更高的一个程度吧 可能你都需要不断的去学习 然后不断的 在同时你还要作为adult 我们还要make a living 然后还要deal with your emotions deal with your family 那么这些都是你的challenge 我觉得对于就是这个 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建议 就是要坚持